一群人坐在火鍋店的室外去聊天 突然天降不明一體 客人紛紛抬頭查看 這時才聞到惡臭味 才驚覺被人潑灑會霧 嚇得趕緊閃避 事發在去年四月臺北大安區 一名盛興男子不滿住家樓下的火鍋店 經常傳來吵雜聲 因此是一氣之下 就把會霧往下傾倒 造成火鍋店的客人和店長都被領到 對此店長表示 當時是看到店外有五六名客人 突然衝進來 身上還發出惡臭 這時他出去查看 也被潑到 因此氣得報警 不過這名盛興鄰居是辯稱 他當時是用肥溜水來澆花 看不到樓下的人 不過法官是不采信 認為他以公然破會物的方式 侮辱店家 而且沒有達到和解 最後是依公然侮辱罪 判罰金九千元